接下來請盧少蘭女士 安老服務使用者權益關注組 好嗎 各位起源 各位興契審婦 我今天出來代表說 關於1997年董建華上場 他說老有所為 他說只有港主都沒做到 第二 曾蔭權叫做全民退休保障 他說會爆煲 當然啦 加水當然會爆煲 未見棺材就哭定了 第三 梁振英 我說將來這隻蘭灘子 你都一定要做全民退休保障 他說不要生氣後一代 他說搞全民退休保障 要不要轟轟烈烈啦 認真就行了 我說認真都不知道 我哪裏拿你呢 後來想一想一想 就給個二千多元出來 又省又差 他正式掩著我們 那班老人家的把口 說到沙子落寬廊 拿新鬆 弄結就給你們 那他們就算了 這樣 那第二 第三 你句啊 第四個 你句啊 林鄭她說 搞全民退休保障 她說青年仔 你們要搞一句 你們的負擔很重 她這樣搞都不足為奇 她還打擊青年仔 可惜我們的青年仔站得硬 不站得硬就會撲毀了 而且我們老人家因而老 錢又不好 身體又不好 靠仔女就幫不了手 老來不知道怎麼辦 我們就一定要搞全民退休保障 二就安老 使我們的老人家塌了 還有三五七年就命倒了大約 那時候就很難過的 我們一定 羅志剛 你不要這麼搞全民退休保障 你當然不用搞了 你將來退休有一大塊 而且每個月有七萬 你當然不用震 你按一按腳就吃八腳 就不用了 而且林鄭月娥說你現在住樓就不用交租 這樣就進去了 你說她多和微 所以她說認真來的確是沒有良心 四個特首都是對市民沒有什麼利益的 有害沒有利益的 所以我今天就一定要搞全民退休保障 而且她說 那些學生仔回學 又沒有審沒有差 就每人給三萬元 馬上我們老人家退休保障 馬上怎麼搞 我們老人家就多出力的 那些家庭就臭酸臭 臭到老了 找不到了 那將來就老了 什麼錢都沒有的 好 麻煩 知道了 那些老人家 最近幾個月 去撿紙屁 那些車在這裡都沒有知道 撞死 你們有知道嗎 聽到了 麻煩你 你們坐牙我辦公室 好了 麻煩 聽到了 多謝你 多謝你 多謝老婆 我們點評了四個特首 多謝你 我們現在可以給她喝杯水 去喝一下 去休息一下 麻煩你 不擠我們擠擠 當然 我們沒有民選 當然沒有擠 是啊 已經沒有咪的了 多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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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麻煩你